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客栈 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想一个怎样去经营 所以他们说哎呀你为什么天天站在厨房里 我说我只想让每个人开心吃的好 让他们有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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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客栈的元素有温暖有爱 然后我们再分享原生 在我们卢谷湖边的一个小小的客栈里 是一种小爱 是一种温暖 那么这一次来到阿尔山 当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整个内心都是很广阔的 看到这里的白花蜜 看到这满山的路 看到这里的人们 其实白朗镇不大 我们开车到镇上去 跟每一个店里的这个店家 都是很热情的说 回来了回来了 这次要什么要什么 老板在吗 这还有点什么 我们刚做的要不要 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的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像这里的村民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我们亲爱的客栈 从整个的利益上都是一种内心的生活 都是希望真的想去用我们的能力 用我们的内心 用我们的团结 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去创造美好生活 我特别特别的感谢 首先感谢布丹台 因为对我们夫妻的信任 给予了我们这么大的空间 让我们去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真正的 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榜样 一些很淳朴的孩子 他们是真的脚踏实地放下自我 就是来感受 就是来学习 就是来努力 所以我们这一季的客栈才会 到今天虽然要离开 要交接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真的是一一不舍 那么还要感谢我们的阿尔什安白狼 能够在这片土地上 让我们共同去孕育一种爱 孕育一种芬芳 是属于我们亲爱的 特殊的 感谢书记嫂子 家人四姨 包括小丽他们 大嫂他们 这太多太多的人 都要一一地感谢 因为我们拥抱在一起 才有了亲爱的客栈的温度 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节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阿尔山 了解白狼 让更多的人对这里充满兴趣 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陆村 来摸摸我们的小鹿们 来喂喂我们的酒鱼 和她的小伙伴们 然后我觉得就是 对于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讲 跟我们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来讲 其实我们的心也是兼顾着使命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创造 通过我们的能力 通过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积极奋斗 爱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谢谢